大家好我是大叔 牛管中一位有名的大咖 也是所谓的正义的 有良知的调查记者王菊 近日因上台湾贺龙的夜夜秀节目 因涉嫌讽刺身残者 遭到台湾当局五年禁止入台 对此王菊在X上大放厥词 抨击民进党 台湾不等于民进党还是要分开 尽管民进党一直在绑架台湾民众 说我们得罪的是台湾民众 而不是民进党 这操作手法也和中共一模一样 那么对此台湾移民署就给出理由 说是依照相关规定 中国大陆人士来台 须依来台目的申请相辅的事由 来台不得从事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 而王志安的行为已经违规 移民署决定废止王志安的入境许可 并管这是五年内不让他来台观光 事实上我有看到这个事件 很多人说王菊没有嘲笑陈俊翰 嘲笑的是这种利用残疾人 煽情的这种行为 那这里大树不知道别人 但是当晚我看了陈俊翰的演讲之后 我是有被感动的 我感动的点是因为他讲的一切 我是能感同身受的 那至于说民进党是不是利用残疾人在煽情 我觉得假如你怀疑民进党利用残疾人煽情 也就是在批评陈俊翰 因为你认为陈俊翰是民进党的托 那你就是在映射陈俊翰的人品有问题 那这里还有一个更搞笑的点 就是王菊说 真正消费残疾人士的是民进党的肇事手法 不是我 如果真重视残疾人士 为何把陈俊翰名列部分区第16名 而不是列入安全名单 把残疾人士当竞选工具 弄到肇事晚会 又是音乐又是煽情 这叫重视残疾人吗 这叫做秀好吗 但问题是 陈俊翰当事人都没有说自己被当局所利用 其次我们就假设王菊是为陈俊翰在发声 但是陈俊翰根本就没觉得你是在帮他说话 可是王菊依旧在拿这个事情继续说事 那就是说你王菊是在消费陈俊翰 是在消费残疾人士 是这么个理发 对吧 而且王菊干了一件非常幼稚的事情 那就是他收到这个禁止令之后 他在X上面发布了一个投票 他说王菊在贺龙秀的发言上谴责民进党 你觉得到底谁不够尊重残障人士 结果大家也知道毕竟X上面大部分是被国安围剿的这些翻墙用户 或者说是国安置警 所以所谓的正义记者王菊最后就大喊道 他说9小时26000人投票 66%的人认为是民进党不尊重残疾人士 还有15小时投票时间 各位继续投票 如果要是按照王菊这么解释的话 柯文哲在网络里是不是早就已经是台湾总统了 结果现实不还是现实吗 所以你也知道在网络里的民意 不能代表台湾的民意 是这样吧 所以我建议王菊 你要是觉得结果不公 可以在这五年里维权上访 联名签署台湾当局 禁止你五年不许露台 是不是正规的法律流程 但是王菊就是不以为然 他觉得就是民进党对他进行打击性报复 甚至他抨击民进党 是民主进步共产党来进行回击 那实际上王菊抨击民进党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曾经还用红社会的图片 来讽刺民进党有独权专制的嫌疑 甚至是在作票 那很多柯粉在看完这些图片之后 就表示较好 因为王菊为柯粉主持公道 但是我们再仔细的一听王菊的很多内容 我们会发现王菊很多是愤青的观点 他是根本不理性的 也就是说王菊和很多柯粉 看似一样属于性情中人 这个是他的角色 可是我们再一看又发现很不一样 因为王菊不是台湾人 他还有很多红色的画素 那王菊这个人有个特点 我在贴文中有说 他一到这些敏感争议事件 他的老毛病就犯了 思维打架不说 而且胡说八道 还各种转移焦点和矛盾 立场模糊不清 但是却万变不离其中 那说实在的 在自媒体这些人当中 我还是挺佩服王菊的 因为他短短不到半年 就做到了40多万的粉丝订阅量 那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喜欢他啥 反正我看到的评论 基本都是说他挺正义 三观正 不得不说呢 在做自媒体这块呢 我得向他学习 因为从一开始做视频的我 就被人说成是 汉奸卖国贼走狗之类的 直到后来台湾人民 救我于水火之中 我才发现友军的重要性 但是呢 我再怎么说 也没有像王菊一般 变成了某类台湾人民的智库 他好像就是台湾人民 获取了解中国大陆的 这个官方渠道一样 当然 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点 引狼路士 而且呢 王菊最厉害的特征 就是独特 逆水行舟 比如说呢 红社会不喜欢民进党 王菊就单挑民进党 红社会不喜欢法轮功 王菊就单挑法轮功 红社会对铁链女的 关押者轻判 大家都嗤之以鼻 红社会的行为 但是唯独王菊 在节目中 为董志明被判刑而叫区 他觉得量刑过重 单挑世人的普世价值 那么引用王菊自己 对自己的描述 这个不是原话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如果要和别人的观点不一样 那就没意思了 那就不是我王菊了 咱看 红社会就是和全世界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人家才唾弃他 那你王菊在这些重大争议事件中 你却要和红社会的观点保持一致 人家说他是大外宣就已经是给他面子了 甚至我觉得台当局限制他五年不能入台 也是够人之一尽了 一般国家看到他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敢让他入境 因为我有合理的理由在怀疑你是不是中国派来的间谍 而且各位可以去听听王菊的各种采访 我一点都没有瞎掰 他表面上是反红社会 可是思维中又在很多地方和红社会不离不弃 就像你问他民主适不适合中国人之类的 他会很巧妙的给你弹开这个问题 回答的答案让你莫能两可 你既觉得他支持民主 又觉得好像这哥们什么也没讲 他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从他的嘴巴上出来的感觉 是反红社会 但是给人家耳朵里灌进去的 却是红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变相输出 甚至他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的制度和红社会 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的 他甚至传递的这个思想价值是 中国的社会虽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但基本上都是因为习开倒车导致的 而且王菊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只要是他看不上的 他就说人家是红社会 其实王菊他根本就不是反对红社会 他就是在反习 他更多的是希望中国把习换下了 然后走一个所谓的假民主制度 但是还是红社会这帮人统治 这样他回国还可以依旧做转型后的王菊 但是还是你我认知的那个王菊 只不过是升级版本的王菊 就跟共产进阶成为社会主义是一样的 如果以上我对王菊说的不准 大家可以啪啪的打我脸 另外我们知道 夜夜秀这个节目 有人说花钱才能上的 那在王菊出事以后 夜夜秀马上对他进行了切割 而且夜夜秀的节目助理主持人 就在IG上就此发文道歉 他表示当下因为现场环境的因素 加上王菊突然脱稿演出 他的发言并不在脚本上 我很抱歉 我只听到台湾选举向秀 有歌星和找人上去三情就笑了 完全没有听懂 他说的竟然是残疾人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就想知道 王菊上夜夜秀 到底是智废还是被邀请 这个对了解王菊突然脱稿和上节目的动机 才有更清晰的了解 王菊这个人也蛮有意思的 一个这么反红社会的人 却整天在海外的大环境里祸悉泥 看谁都像红社会的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 自己其实是最像红社会的那个 就跟那抹粉是一样的 闯了祸不改 然后说东车西 就说别人的问题屡教不改继续犯错 谁都知道海外时政圈的信誉建立 就靠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来检验 哪一个逃到了海外的正常的人 会撒到自己树立那么多的敌人呢 唯有王菊 不仅挑战正常世界的思维认知 还要挑战台湾当局啊 如果民进党是红社会 那么按照他的逻辑 王菊在日本应该很危险 因为现在的日本和台湾那是绝对的老铁 他难道就不害怕民进党再搞小动作 把他从日本驱逐出境吗 如果不怕 那王菊就应该想想 是什么制度和政党才能让王菊在海外 因为说了这么多话 可以睡个安稳的觉 如果说台湾当局是共产党啊 那么我就顺势把他拉到台湾 直接让他下大牢啊 不就免得他在网络里大吵大闹了吗 当然了 大家可以不认同台湾当局对王菊的做法 但是就更为合理的做法 我们应该要探讨一下 民主世界如何才能防止红色 在世界各国本土上的腥风作浪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和正常生活 正在被这些红色有意的输出与破坏 那最后呢 引用公子沈对王志安的评价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 公子沈说 王志安曾经直接打电话给台湾主办方 要求被邀请被拒 电话里恼羞成怒说 我还不如谁谁谁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不论有多少流量 好了 我是大树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 给大家看 有什么样的